一樣就是模仿上個禮拜做的 包含號碼然後紀律跟什麼 跟這個排名然後前期名 假設我只要這幾個 然後開一個新的工作表 放在他右邊 然後這邊的話 把這些要統計的 比如說我這兩個 這兩個欄位 然後再加這個什麼 排名合計不用 排名跟前期名 這個機率的部分 我就是不用哪一年的 號碼部分的話就1到49 所以你輸入1就可以向下拉 按Ctrl鍵到50吧 按Ctrl放開1到49就有了 那機率的部分的話 當然我們算的方式 就有點複習前面 當然我們用那個 conif 然後需要一個範圍 所以我把這個範圍選起來 游標放B2 Ctrl shift向右 再向下 那這個定義一個名稱好了 因為這個其實還蠻多的 到2263列 所以這個範圍的話 我給他取個名稱 叫做大樂透好了 所以選完之後記得 左上角這個名稱方塊上面 輸入大樂透 OK 好範圍就確定了嘛 然後再到這邊 機率的部分 那機率可以先算 它的那個 conif 有沒有 然後按F3 找到大樂透 然後 條件就是它的 號碼 有沒有 337 那如果機率的話 就在除以什麼 除以它全部的總數 所以我利用conif這個公式 只取前一個參數 然後把conif的if拿掉 就是算這個大樂透裡面 全部的數字有多少個吧 然後一除之後 就得到我的機率 那如果一樣 以萬為分母的話 那我們就等於是把分數這邊 找到100 自訂一下 加兩個0 這樣就有了 有了之後 向下填滿 就馬上算出 那排名的話 我們一樣用那個rank.eq 用統計類裡面的那個rank.eq 那可能會有相同名次的吧 所以這個的話 我們就是 範圍的話 就是從這個 ctrl shift向下 就是到50 記得一定要加鎖 因為那個鎖 常常同學都忘了鎖之後 發現那個名次 怪怪的 而且甚至同樣名次的很多 那應該就沒鎖了 所以按確定之後的話 向下填滿 名次就算完了 有沒有 那當然一樣 我們需要把那個 這個前7名的資料 把它放過來 當然你也可以按照順序放 如果不按順序的話 你可以拿那個上個禮拜的那一段 其實前7名直接拿上個禮拜來改 應該OK吧 這兩個有沒有 把它Ctrl C 然後這邊把它Ctrl V 不過特別注意 名稱不能跟它一樣 怎麼辦 加個2好了 你說 偷懶一下 就是兩個名稱不能一樣 所以你加個數字 讓它變成不一樣 那範圍的話 應該就是2到50 然後比較的應該是排名 應該是應該不是1 應該是C 然後一樣是要把那個小於等於7的找出來 所以其實 只要範圍改一下 藍改一下 然後放的位置有沒有 這把它改一下 就是名次的話在C藍的 那一個 有沒有它的 比如說抓第四名 那應該就放在第五個位置 有沒有 所以這邊應該是D 不是F 所以這個改成D 然後這邊一樣 你的名字 你的號碼是第幾號 那叫A 沒錯 那理論上這樣就改完了 所以如果要拿上個禮拜的來改 應該不困難 這個應該就是D D到D D8 OK 這樣應該OK 可是怕說有同樣的名次 如果同樣名次的話 應該就會有問題 執行看看 有沒有 有沒有 有沒有同名 24 還好沒有同名 之前有遇過 相同名次的 那你就要做邏輯判斷 如果名次跟上一個一樣的話 或者說你原來的儲存歌裡面 已經有那個號碼的話 那你就讓它 你就往下面一個放 那這個 不過剛好沒遇到一樣的 那我們就先暫時跳過 如果以同名的話 可能要用同名的方式 來稍微做個修改 那執行的話 這個把它刪掉 OK 所以這個完成 所以最後啦 我們一樣就是在旁邊加按鈕 我們就不用 像上一個要不要那麼複雜 我們就前七名就好 前七名二 所以因為我已經拿前七名改成前七名二 所以這個地方的話 你選的時候 記得喔 選那個前七名二的喔 你不要選錯了 然後底下的話呢 再加一個清除好了 就把它貼上直接 再拿來改 改的話就前七名清除 記得喔 複製的話不要複製到二好了 怪怪的喔 前七名二 這邊就前 好 這樣完成 把它清除 前七名 OK 好 那請各位試試看好了 所以剛剛的部分喔 我又再新增一個新的工作表 然後加上有四個欄位 分別是號碼 1到49號 然後呢 利用上個禮拜講過的 conif 記得這邊大樂透 你要自己去定義一個名稱 然後算出它的機率 排名 最後再把前七名給列出來 好 試試看喔